再来看主机总处日前推出的国民幸福指数 是将台湾和全球主要的国家做比较 那么台湾哪个县市的民众觉得自己过得最幸福呢 经济日报今天就公布了2013县市幸福指数调查 结果新竹市蝉联第一名 而台北市是排名大要进 从去年的第八名冲上了第二名 哪个县市的民众觉得自己的日子过得最幸福呢 经济日报11号公布 2013台湾各县市的幸福调查 幸福排行榜前三名 新竹县市分居第一跟第三 维持去年水准 特别的是台北市进步六名 一口气爬到第二 主要是家庭可支配所得 加互联网比率都是全国第一 至于苗栗 宜兰县幸福指数分居四五名 我觉得台北的部分的话还算挺不错的 跟其他的地方比起来是相当的好 以前和亲爱比的话是有比较好 不过政治上纷扰不断 南山仁寿副董事长杜英宗认为 民众恐怕很难幸福 政治如果不稳定的话 对投资人来讲 他这不是利多 那这些法案呢 如果没有按时通过的话 对台湾的经济 对台湾的股市呢 都会有影响 幸福指数提供县市首长参考 如果能够改进缺点 民众自然会更幸福 有点TV游戏图游刃台北报导 然后 中文字幕提供的 优优独播剧所